再讓你過誕 阿沙陪你 娛樂半視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Hello 大家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這段影片就說說關於雍正正自爆 究竟為何加入這個何家的內幕 貪他什麼 另外也會說回這個墮樓事件 她倆夫婦劉家良和雍正正上過法庭的細節 好了 現在59歲 雍正正也是劉家良的前妻 四年前改嫁了河東家族的人 和河東曾孫何友彪結婚 結婚後雍正正摒持著大家低調的作風 除了偶爾在社交平台分享她的生活外 甚少接受訪問 以及說她和何友彪分後的生活 事實上雍正正和何友彪相識相戀 以至結婚 這個過程有很多細節令人很好奇 結婚後雍正正和何彪移居到廣州生活 媒體更加沒有機會訪問她 難得她接受香港出席一些活動時 接受訪問 她大方分享了和嫁給何友彪的感受 何友彪在現實之中是一個典型的重妻狂魔 很疼愛老婆 雍正正接受邀請回香港出席廣州活動 何友彪全程跟著她 在台下默默地聽著 好像七師傅的男朋友 也是這樣 上次七師傅叫我 去看守英禮的時候 她的男朋友也是在台下 問她 你需要否接受訪問 她又說不要了不要低調一點 她的腦袋是這樣的 但她是以實際的行動來捧場她的愛妻 其實雍正正再婚 已經是四年了 何友彪代她好像公主一樣 形容她是呼唱苦趣 一點都不介意雍正正的過去 亦有意和她一起創造更好的未來 這令雍正正非常感動 所以雍正正一直覺得自己是高攀了 何友彪 她貪並不是貪她的錢 而是貪戀她 代她這麼好 好像公主一樣的男人 因為她自己覺得 有一點點 很過意不去 又結婚 然後又 帶著兩個女兒 因為這樣 通常大家族 一向不太喜歡這件事 所以她覺得自己是高攀 貪這個男人 可以給她一個很舒適的環境 因為對方也不單止不嫌她 她是寡婦 因為有些人說 說話很難聽 說剋死老公 那時候那個 上司 一會兒會說到那個上司 也剋死了男上司的男友人 她說更加不介意兩個人未來 不會有小孩 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她是名門 名門之後來的何友彪 你說 我不會和你生小孩 說真的 她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她的年紀也不小 自己有兩個女兒 也一早跟她說 因為雍女俠本身的人 也是快人快語 先小人後關子 告訴她 不要和你生小孩 她有心理準備 如果她這樣也能接受 覺得這個男人真的很愛她 同時也可以允許 原來這個何友彪 真的非常好 她說可以讓雍正正 保留前夫的姓 所以正式來說 叫做劉雍正正的 Mrs. Lau 不是Mrs. Horton 在舊的時代 根本是不允許的 更何況她是來自名門望族 大家族 何友彪和雍正正 形容為 門不當戶不對 其實又不是的 因為之前 這個何家的人 何世光 投靠過在越南的雍家 大家知不知道 我再說一下 何友彪的出身名門望族 在香港的四大家族之一 何東家族 直系的後人 何鴻生的家族 也是屬於 何東家族 屬於旁系 反而這個何友彪是直系的 所以更加和何東 是更加親的血統 這個 何東就是他的太爺爺 家族有頭有面 曾經何東是全香港的華人首富 雖然很低調 但影響力仍然在 雍正正的出生 不能說不好 祖父是越南的富商 雍典藍 但和何生的爸爸何世光是世交 當年 何生的爸爸何世光 曾經投靠過雍家 雍典藍的家中 即是雍正正的祖父 落腳在西貢 何世光 因為何世光 拋妻棄子 當時做生意失敗 投資失誤 把雍生一家 丟在香港 他媽媽很辛苦 拋戴他們 但自己去了越南 避債 靠雍正正的祖父 經濟支持 所以論家世 總算有點交情 雍正正的家族 後來應該沒有 何家 那麼興旺 雍正正一歲 來到香港生活 後來 重認 成為藝人 有一段發展 和 龍虎舞師的師傅 劉家良 結婚後 完全退出娛樂圈 如果說過去 名門望族對於 對於 對於 選擇非常嚴格 首先要說 門當戶對 其次 是說 身家清白 當時 如果 要介入家門 我告訴你 很可愛 他們家族 當然不介意 反應 希望 雍正正 成為家族的師父 這裏有一段估計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誰在這裏 Peggy Lam 陳太 多謝 黃玉禎 這段時間早就見到你 多謝 由早到晚 黃玉禎 Peggy Lam 很好 她又留言 直播又看 多謝你 給掌聲 方方 玩得開心 多謝 我們繼續說 我剛才看到 Audrey 鄧偉思小姐 多謝你 回香港了嗎 我看到 崔碧嘉的IG 很開心 你們有很多活動 祝你們 計劃成功 心想事成 我繼續說 其實 你說 她又不能跟她生 其實在名門望族很大忌 但當時不是 何又彪和雍正正其分 是另有其人 家族裏面 舉足輕重的人物 就要雍正正嫁給何又彪 是誰呢 轉頭告訴你 是不是 很多人在外面 聽不到 因為 我現在訓練到自己 找資料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自卑然 別人用一個小時找一些 都不知道說了甚麼 不過我可以很短時間 一個小時可以找別人 三倍時間的東西 好嗎 希望你們支持 好了 接著她就說 你又不能再生了 是一個名門望族的大忌 在何又彪眼中 或者在那個時代 何東家族 根本不算 覺得沒甚麼 關鍵是何又彪 對於雍正正的 愛到死心塌地 而何又彪的爸爸 何鴻章 對雍正正 花心為欣賞 他促成了這段婚姻 話說是這樣的 何又彪的爸爸 何鴻章 他非常欣賞 翁女俠 這段婚姻 由他老爺一手撮合 求婚 其實不是 何又彪 去求的 是 他爸爸向雍正正求婚的 有一天何鴻章 爸爸拿著一隻很大的翡翠戒指 出來跟何又彪說 如果你現在立刻向雍正正求婚的話 這個定婚戒指就是你的 何又彪即時就愚蠢地 連求婚也要叫 老爸去教他 那個時間 可能他自己不敢說 怕翁女俠就 面懵 他求婚拿著這麼大的翡翠戒指向雍正正 Will you marry me? Yes I do 求婚後 他們並沒有立刻結婚 何又彪 他本身是雍正正的好朋友 他跟他的關係 由一開始就是朋友 慢慢大家理解了很多事情 何又彪有他一樣的看法 都是喜歡法律 都是律師 又喜歡好打不平 又喜歡看書 又喜歡動物 所以變得很多事情都很 投其所好 所以女生向來都是這樣的 他自己跟何又彪 其實是一個很大基礎的朋友 他們是 何又彪是他最好最好的朋友 當然可能能夠在一起的話 做夫妻覺得是一種恩賜 覺得是上天給他一個很大的禮物 雍正正和何又彪相識的時間 就要打發山很長之前的時間 當時他的前夫劉家良 還沒過世的時候 兩個人已經是有交情 那個交情是朋友的交情 怎樣說呢 兩個人的關係一度被媒體圈染 超出的朋友關係 在那個時候 正正劉家良病重的時候 是2010年 雍正正和何又彪被媒體拍到很親密的照片 而且兩個人 那個關係被外界揣測 雙方對方都是說他們只是朋友 去到13年的時候 劉家良師傅真是離世 雍正正公開了和何又彪情侶的關係 多年之後的今日雍正正對何又彪的關係的解釋 兩個人一開始就是朋友 慢慢大家理解了很多事情 有很多相同的外號 比如說喜歡動物 看書 好打不平 法樂 所以由朋友發展成情侶 最後變成夫妻 他並沒有 我覺得有時候很奇怪 因為情人之己 有時候可能他們 在劉家良師傅還在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很難說 因為劉家良也會覺得 即是我都快要過世了 你好像一個Titanic 最偉大的地方是甚麼 就是覺得你都不能給他幸福了 你就真人玫瑰手有餘香 成人之美 好吧 我見到就只眼開只眼閉了 但他亦可能是給劉師傅 沒有正式怎樣開始 有些類似是情人之己 亦都沒有去考究究竟是甚麼回事 反正這件事輪到你的時候 你又會怎樣做 一個是情 一個是義 雍正正 無用之義 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擺在你面前 所以 沒有必要去挖 究竟他有沒有 在劉師傅未過世的時候 跟何佑彪說是朋友 我相信是情人之己 但是 亦都沒有甚麼考究 他有沒有做些對不起劉師傅 我覺得 這個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現在 跟何佑彪已經結婚四年 但仍然保持著他前夫的姓 就知道 跟他的緣份有多深 還有 我有留意雍正正的Facebook 其實各時各節 他在Facebook 都在說劉師傅 有時愛的 愛的層面可以很深和很闊 不是很狹藝 只是覺得 他可能跟他發生關係 出軌 這不是普通一般人 你所想的層次 我覺得 所以 不需要考究 雍正正 他當時對於何佑彪的婚姻 他有所懷疑 疑慮過 他認為自己的身世不好 是一個寡婦 老公死了 帶著兩個女兒 並不算清白 清白的意思是 他寡婦 在名門望族 一般是很介意的 不可能 也不可能 對方 下一代 所以會覺得 對不起對方 不過最後 還是答應了 因為這個何佑彪 實在的誠意感動了他 他透露這門婚姻 亦是個老爺 即是何友彪撮合 為何何友彪那麼欣賞 他要撮合雍正正 在何友彪的眼中 雍正正是一個 為人獨立勤劍 一直想撮合他和何友彪的婚姻 可能何友彪也覺得 他的兒子 也不是女人都喜歡那一隻 一開始的時候 並不是 剛才說了 得到他父親的認可之後 立刻就求婚了 因為他太害怕 太過招雲華病 直到2019年 兩個人才辦婚禮 但是雍正正正正在法律上 ст間保留著先夫姓名 所以正式地培 calcul 他不是叫何گ 怎可以說 老公姓叫劉雍正正 在法律上仍然叫做Mrs. Lau Mrs. Lau雍正正 她說結婚時仍然說好了 她自己喜歡一個金字主獨立和有自己思想的女人 這就是何友彪 解釋為何對她那麼多事情發生在身上都不介意她的從前 現在看來不知道如何形容雍正正和劉家良的關係和感情 雍正正在22歲時嫁給劉家良,成為她第二任的太太 劉家良應該當時對她第一個太太也有愧,正身出戶 當時劉家良已經49歲,當時雍正正非君不嫁 愛得非常踏實,結婚後為劉家良師父生了兩個女兒 不過後期關係一度產生了一些變化 外界亦說雍正正被曝光在律師合作人 律師行的夥伴關係不尋常 當時這些狗仔隊做得好事多為 故意拍人照 幸好雍正正也不是省油的燈 你們不要亂寫,你一亂寫就告到她脫褲、誹謗 那些照片可能是她拍出來的 說真的她知筆,那年代也有些筆很不客氣 她說導致她和劉家良一度陷入離婚的邊緣 當然雍正正也陪著劉家良走完最後一段路 其實他們今天也沒有改過姓 另外我亦說了這件事 外界有說說雍正正是黑死身邊的男人 其實我覺得多鬼魚關是鬼事 現在有誰在 1999年雍正正順利去馬士打律師行實習 和一個知名律師林敬業一起工作 為了工作方便 雍正正單獨租了一間公寓 就是一個公寓 兩個人經常出雙入隊 這些只是狗仔隊寫的 未必是事實的 緋聞就開始謠言滿天飛 雍正正從來都沒有承認過 她曾經接受訪問時說過 劉家良也繼續交她女性朋友 但她也沒有管 自己也沒有 只是和朋友吃喝玩樂、喝茶 她堅守著底線 即是她承認了根本和她是朋友 甚至可能她知道那人追求她 但她可以接受知道自己是底線 即是吃飯 知道那人追求她 That's it 01年林敬業突然之間 由雍正正家門的家門 跌落 即跌落 這些都是覺得 時也命也 那個是很低層的 很低層的 這樣也跌死你 即是整定了 她說那天吃晚晚餐 午餐之後 雍正正和林敬業 花旗拿文件 劉家良開車時 開錯路 順便在雍正正家裡 去看看 但未入屋時劉家良聽到一男一女的聲音 沒有按門中 亦沒有人打開門 雍正正以為的記者沒有理會 門中再響 看到劉家良 有些驚慌失措 門所開始旋轉 雍正正怕劉家良 不會 頂著門 不讓他開 在那個時候 林敬業爬到窗外面 想避一避 幾分鐘後 雍正正打開門 劉家良問他 剛才的家裡是否有人在 雍正正說沒有 劉家良四周找 發現劉敬業時 他已經由窗下跌 隔天 跌下樓 隔天搶救無效死亡 最終他上了法庭 判他 你們是否謀殺 也有懷疑過 那個事件 是否爭執推了他下樓 雍正正和劉家良 被判無罪 亦留言繼續紛紛 說 雍正正不守苦道 沒多久雍正正 被人說他是一個 黑星 被人扣了這個帽子 但電影 渴彩之中 雍正正合作過的 陳百強、鍾寶羅和 張國榮 也是英年早逝 關他鬼事嗎 但那些人亂說 也沒辦法 你看看他現在 雍正正自己 多年來做了好事 你們也應該 我經常叫大家訂閱 《危險人物2.0》 因為從他那裏 聽到很多當年的案 第一身 處理的案 第一身或第二身 是關於那個案件 最close的 不為人知的細節 我覺得 這些有質素的 YouTube頻道 應該大家多些支持 好嗎 另外 也要說一下 現在十九分鐘 說少少 人們說他自己自爆貪 貪何又彪 貪這個男人夠專一 和夠情深 所以他的改革 是有原因的 因為何又彪也不介意 一個寡婦 戴著兩個女兒 不會生下一代 他也不介意 並不是貪他什麼錢 你看看他 捐了很多錢 一個傳奇女主 Mandy良說 很感謝你 好了 亦都找到一些 生活百科 如果一個人 想變得有錢 其實有九點 可以做 第一 不要跟任何人 說你的計劃 一直真心去賺錢 第二 沒有必要關掉所有信用卡 或者借貸的apps 第三 將收入的30% 存在銀行裏 存在一年 第四 可以 不買的 一輪都不買 不要那麼多 意願 例如 Wants 我們經常說 Neese and Wants 有些人是想要的 想要 想要未必是需要 未必是必要的 另外第五 如果有必需 就先租屋 屋 很難再上升 第六 工作之餘 一定要有副業 就可以賺多點錢 第七 記得不要和身邊的人合夥做生意 第八 不要告訴你的小朋友 你有多少錢 第九 讀書 學習 和研究別人 如何變得有錢 原來是這樣 這個世界的風水輪流轉 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今天的財神 留下一句 應接財神的話 財神就會好理由 去到家 好了 我找到一個生活百科 沒什麼 跟大家說另一件事 多謝 謝謝 Needy 喜不喜歡 一些細節 跟大家分享 我去下一條影片 說了第四條影片 這個 這個 我們說林家棟 不認不認還 雖認 他說什麼 說拋波若愛 OK 為什麼會和 李姦有關 Ladies and gentlemen 好了 很短時間之內 十二點 好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黃金三小時分享 財責義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聊 我先換了